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想象 若世间存在一个令人胆寒至极的地方 那它会是怎样的景象 在古老而神秘的《山海经》中 便记载了一个上古时期的人间禁地 那里的恐怖程度 据说比地狱还要令人心悸 常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瘴气 溪水汇聚成河 而在每个月圆之夜 一种挂满了人体内脏的巨型古术 会绽放其诡异的花朵 结出骇人的果实 吸引着那些以人肉为食的上古凶兽前来争夺 有趣的是 根据近代的一些研究 这个听起来如同噩梦般的地方 竟然有可能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过 那么 如果这座狮山真的存在 它究竟隐藏在何处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诗山的神秘面纱 关于诗山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山海经的第五卷《中山经》中 书中对于诗山的描述虽然简短 但每一字每一句都足以让人毛骨悚然 原文写道 离山又东十里 于诗山多仓域 其寿多精 湿水出烟 难留住于落水 其中多美于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 从离山向东行进十里 便来到了诗山的范围 这里不仅盛产一种名为仓域的珍稀矿物 还栖息着一种名为精的奇异生物 这些生物身上堆积着大量的海骨 时常会渗出恶臭的湿水 这些湿水汇聚成河 向南流淌 最终汇入落水之中 而在这条充满恶臭的湿河底部 由于湿水的滋养 竟然形成了品质极高的美誉 仅仅是听这样的描述 就已经让人感到一种 阴森恐怖的气息扑面而来 然而 诗山的真实面目和形成原因 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或许 它真的存在于某个我们尚未发现的角落 静静地诉说着上古时期的恐怖传说 又或许 它只是一个存在于古人想象中的恐怖象征 用以警示后人 不要触碰某些禁忌 是不是听起来就有种阴气森然的感觉 根据脑补军的深入探索 诗山的起源 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阴森恐怖 据传在遥远的过去 诗山曾是一片生机勃勃 人烟稠密的地方 那里林木葱龙 非勤走手繁多 人们安居乐业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 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 一夜之间 诗山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 无数生灵不明原因的丧生 浩劫过后 原本繁华的诗山 变成了一座死寂之城 尸体堆积如山 形成了一道道骇人的尸骨山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尸体逐渐腐烂 血水与地下水混合 形成了一条环绕山体的尸水河 这时 一系列诡异的变化开始发生 被尸水长期浸润的尸体 竟然开始生根发芽 长出了一种名为尸树的诡异植物 这些尸树在白天看似普通 但到了夜晚 在月光的映照下 它们露出真容 树枝是森森白骨 树叶则是人类的内脏和血肉 它们靠吸食日月精华 和尸体的阴气生长 逐渐形成了一片遮天蔽日的尸林 更为奇特的是 这些尸树 为了不断得到湿水的滋养 会在生长到一定阶段时 结出形似人类身躯的果实 这些果实在落地后 会立刻炸裂成血肉的碎块 继续滋养着尸树的生长 使它们愈发繁茂 而更为可怕的是 这片尸林还孕育出了一种名为 精的上古凶兽 据传说 这种凶兽外形如同巨大的鹿 它们以人肉为食 常常在月圆之夜出没 与狮树共同构成了这片恐怖之地的可怕景象 食量极大的精兽 是狮山上独有的奇异生物 它们生有两个胃 这两个胃特性截然不同 却又相互依存 食胃有着明确的形态与功能 它专门消化满月时的湿灵和湿果 胃精兽提供必要的营养 而虚胃则更为神秘 它无形无状 带有淡淡的光运 主要功能是吞噬油荡的湿灵 这些湿灵在虚胃中 被转化为精兽所需的能量 这两个胃对精兽而言都至关重要 一旦任何一个停止工作 精兽都会因饥饿而死亡 因此 精兽为了生存 不得不持续奔跑寻找食物 然而 长时间大量饮用湿水和食用湿灵 导致精兽体内积累了大量的湿毒 这种毒素猛烈无比 对精兽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 为了化解尸毒 精兽必须依赖一种特殊的生物 苍蝇 苍蝇能够吸收并中和精兽体内的尸毒 使其得以存活 因此 每一只精兽 每年至少要找到一块苍蝇 并将其吃掉 让苍蝇挂在它们体内的某个部位 帮助它们吸收和排除毒素 然而 尸山上的苍蝇数量有限 当精兽找不到新的苍蝇时 它们甚至会通过猎杀同类的方式 从其他精兽的腹中挖出苍蝇吞下 以求自保性命 尽管尸山的环境如此恶劣 却仍无法阻挡贪婪的人类 前来寻宝的脚步 它们看中了精兽体内 因吸收尸毒而转变成的品质极高的美玉 这些美玉在苍蝇的作用下 逐渐形成价值连城 于是 大量的史士和走投无路之人 被派往尸山 以生命为代价猎杀精兽 寻求发财的机会 这些人在尸山中 要么成功猎杀精兽 带着沾满鲜血的苍蝇和美玉回去复命 要么就命丧尸山 成为无数尸骨中的遗具 继续滋养着这片恐怖的土地 尸山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 无论是人还是精兽 一旦身陷其中 就如同被困的蛊虫 只能通过互相厮杀 蚕食同类来苟延残喘 时间一长 这种残酷的生存法则 渐渐渗入它们的灵魂 使它们再也无法离开这片死亡之地 当读到此处 想必大家心中都涌现出不少疑问 那具有神秘色彩的尸山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那场灾难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尸术与精兽 它们是否真实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 而那片传说中的尸山 如今又身在何方呢 那么下面脑补军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 关于尸山的灾难起源 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推测那是一场血腥残酷的战争 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瘟疫所致 而在诸多猜测中有一种说法尤为离奇 那就是远古时期的尸山中 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 然而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 它意外的爆炸了 从而引发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尽管这种说法出听起来似乎荒诞不惊 但有些人却找到了看似合理的证据 来支持这一观点 比如尸山上的苍蝇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那么这些苍蝇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 它们很可能是一种青绿色的玻璃石 我们都知道 玻璃石是在极高的温度下 沙石融化后重新凝固形成的 那么什么样的灾难 能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死亡 并同时形成大量的玻璃石呢 回顾历史 1945年 美国曾在沙漠中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爆炸后 地面上散落了许多绿色的玻璃石块 这与尸山的情况极为相似 而且在核爆炸的中心区域 由于温度极高 生物会瞬间被蒸发 而在远离中心的地方 则会留下大量的遗骸 这或许能够解释 为什么尸山上会有如此多的尸体 但却没有乌鸦 荼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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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生物变异 在自然界中 并非没有先例 历史上 一些核事故 或核试验后的地区 就曾出现过生物变异的现象 这些变异的生物 往往呈现出畸形 异常生长 或其他不同于常态的特征 而尸山上的这些怪异尸体和精兽 很可能就是受到了类似的高辐射影响 才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 当然 这只是我们根据现有信息做出的推测 关于尸山的真正秘密 或许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才能揭开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 可以上网查阅更多相关资料 接下来 我们深入探讨尸山的地理位置这一谜题 关于它的具体所在 历来存在两种颇受认可的推测 第一种说法认为 尸山之所以名闻辖尔 与其丰富的玉石资源密不可分 据古籍记载 尸山盛产苍玉与美玉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里 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玉石矿藏 在我国玉石矿的分布相对集中 其中云南和新疆地区尤为著名 特别是云南的深山之中 植被繁茂 瘴气弥漫 与山海经中对玉石产地的描述 颇为相似 因此有观点认为 尸山很可能就隐匿 在云南某处瘴气缭绕的深山幽谷之中 那里蕴藏着无尽的玉石宝藏 等待着有缘人的发掘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根据 《山海经》中的线索进行推断 原文中提到 尸山的溪水流向南方 最终汇入落水之中 根据这一描述 专家们经过仔细研究 推测尸山可能位于我国河南省的 掩尸市附近 更有趣的是 掩尸市境内 竟真的存在一个名为 《丝香沟》的地方 而且这个名字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汉朝以前 这一巧合使得专家们更加坚信 《丝香沟》极有可能就是 昔日的《丝山》所在 然而由于岁月流转 时光荏苒 我们已无法考证《丝香沟》 是否曾经真的存在过美誉和凶兽 这一切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然而在脑补军看来 《丝山》的具体位置固然重要 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更为关键 《丝山》的故事 不仅是一则关于地理位置的传说 更是一则对世人的深刻警示 那些堆积如山的白骨和沾满鲜血的玉石 仿佛在诉说着古人的悲哀与无奈 他们告诉我们 财富与危险往往相伴而生 面对欲望的诱惑时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适可而止 否则 一旦陷入贪婪的漩涡 就可能会如同禽兽一般 被困在《丝山》的牢笼中 永无止境地奔波牢碌 自相残杀 因此 我们应该从《丝山》的故事中汲取教训 珍惜当下的生活 追求真正的幸福与满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妨给我们点个订阅和赞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